编曲 3 四 結� 這本書 我想跟一般我們只有在談運動的 這個很嚴肅的大家想像中 好像一個研究性的書籍是不太一樣 我們用比較溫暖的角度去梳理這件事情 也希望大家更親近自己的運動 大家如果關心這個運動的話 其實你如果去顧掛 你們會發現有非常非常多的 防腐性運動的資料 就是非常非常多 然後其實我們自己在做整理的時候 也看得很軟 很多資訊甚至是有出路的 那我們自己的做法是先跳過這一段 就是先到後進去跟這些長輩當朋友 那我覺得越訪談越訪談的 訪談到最後的結果就是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能從生活的方式去切入後進 然後理解這個地方 你就會覺得這個運動 其實發生在各地你們的反應 可能都會跟他們一樣 因為我們去訪談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提到 尤其是老一隊的 剛剛看都很年輕嘛 現在都 都 擺頭髮 那他們 他們其實都會提到過去後進的歷史 他其實 就是隔著半平 就是在半平三項對不對 然後 他們旁邊有一條後進溪 那這兩個地名 這兩個地方現在都蠻慘的 那因為那個聚落在半平三項 所以他們其實以前的生活跟半平三項 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比如說我們訪談的 幾乎老一隊的人 他們以前都會去半平三裡面 割一種草叫做拔金 就是那五節嘛 他們割下來可以賣 然後可以種番茄 他們就說後進有一支三項 他只要聽到他的叫聲 三天之後就一定會下雨這樣 那而且很多人我們訪談的 很多人幾乎都聽過這個故事 那其實所以表示他們其實跟 跟半平三的生活其實是非常非常的緊密 那我們訪談的很多人也都在後進溪去 就是台語說 夢哪天洗口 那這些東西為什麼會改變 就是 其實就跟中油開始去 在半平三下設置那個 那個煉油廠有關係 就是煉油廠設的時候 其實整個環境都改變了 我今天印象 他曬露馬紅灘之後 我今天有意義 那個人要做私人餐的 他一直住在那裡 住在那裡有一三人就說 啊 少年那隊來 我說我後來 你後來的水吃這個水 那個時候呢 他跟我說那久的我印象很像 他說後來的水 那你沒有 應該是一層 對 結果 年輕人到 林國五十七年 哦 國民黨 第一做的這個 興有力概 因為我們 政府做了之後 年輕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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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美國七十年 經濟不斷推動五年 我相信那時候 後來的風險已經是非常嚴重 包括我們今天出席的紅雄下目和電影 有些人就覺得這樣繼續 是不是對我們的環境 會越來越壓到 就開始進行這些空間 因為我們20076年 開始在進行空間的過程中 當時的台灣是要向他改變 改變 當然政府是會 用到共和的手段來 挖開我們的環境 所以在後來的聲明 我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後來的區域有五間廟 他升任一個管理委員會 在我們勝分共合成台北 向兵共慎容台北 直屬特立公 有應公也有應公 這五間廟他升任一個管理委員會 他總共有這五月裡 差不多一萬八千六的活動 在這個過程中 有應公到萬應公 在民國七十六年 我們後來開始衛生的過程中 因為那時候的社會概念 大家對種東西 我會比較少 但是在一間消廟裡 同一時間 一五月裡面 有大家不一樣的人 一千塊有事情 結果人家都調杯 他說他要調杯也不一樣 這樣 那是任意大 當然我們後來的廟山 對這件事 就是為了搖車 我們任意大樓主 來擔杯 不然所有的親家 我親家 就是降低 我們五年 這塊 擔三個杯 是後來的人 要繼續擔三個杯 就要來的杯 那樓主擔杯 客人說 人家新人就交代換了 那我們就開始玩了 所以說社會議員有新人 在那邊做我們的浩頓 當然就是 後來當大樓的人 來參謀的那個衛生 這是我們在說 是怎麼他的秘座生 跟這個新人有關的 我相信他在那裡 康徑那裡不舒服 那新人一天 去洗手洗漆 他也不太舒服 所以說他就鼓呼 我們去民間來控制 我們透鏡創造了 非常多的第一 1990年代 我們辦理的一個 全台的第一次公投 我們現在去年 去年我們反核運動 很重要的一個命題 就是說 這樣一話 同意或者提出說 何時要用公投解決 現在還有一批的社會運動者 不斷的要提出 要鼓證公投法 對不對 這是台灣非常重要 史上最重要的第一 第一次的民主運動 台灣人想要用自己的力量 人民的力量 決定自己的命運 要用公投解決 不是由政府下命令 處理 也不是透過代議制度 是直接民主 訴求直接民主 要達成這個庭建武器 然後第二個 這種堅定 反公園污染的這個歷史 你看 從1987年到現在 2015年 這樣算算幾年 不是25年 是28年 28年 你想想看 我們做一件事情 怎麼樣可以堅持28年 一個社區 面對國家暴力 不斷的威脅利用 分化瓦解 各種用盡各種手段 然後呢 即使承諾要觀察 也給你不斷的想要耍賴 想要悔氣承諾 但是一個地方 這樣可以堅持28年 這個就是這本書的精神 為什麼叫做堅持 難道這樣的精神 不就是台灣人 應該要好好學習 效仿的精神嗎 各位人 像我旺的人 已經受到這個鑑園 無量的量標 應該 國家要反而給一個歷史的證明 這個歷史的證明就是說 已經高度污染的土地 應該不要再做那些 所謂蓋工廠 價值不量 應該要把它回復 成為一個生態功能 我記得李玉坤先生 他經常跟他說 一世人的人 就是說 可以剛才 在這裡可以走去看鑑園 其實他的尾 拳頭就是這樣說 因為小人就可以走去 我們王黨以前小人 就是可以走去看鑑園 現在不可以走 都讓中間帶來 其實大家就是想要 回到那樣的一個家鄉 我一直認為說 後進人的事 不是只有後進人的事 今天 我們知道高雄還有很多污染的地方 比如說大領土的污染問題 人員污染問題 這些都不是只有他們地方的事情 這是我們整個高雄人的事情 因為那些地方受的苦 是因為我們這裡要經濟發展 或者是說那個地方造成的污染 也不是只有那裡在承受 是整個區域在承受 所以 其實整個台灣 每個地方發生的事 都跟每個人有關 不是說 那就是我們這個地方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台灣人 一定要有這樣的胸襟 開闊的胸襟 去理解 我們每個地方弱勢所遭遇的處境 是跟我們每個人情形相關的